我自己的孩子在国一的时候 就是面临这个就是课业上的不适应 那很大的原因就是 国小目前来讲还是多元化的学习 可是到了国中可能有个会考在那里 那因为我服务的学校是私立学校 那我的孩子也是在私立学校 所以可能在他的学习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型 使得孩子在身心上 其实适应上非常不良 我带他去上学我也觉得每天都很挣扎 因为觉得一个睡不饱的孩子 然后拖得疲累的身心 然后对于体制那样的东西 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那我自己又是学校的辅导老师 其实好像辅导得了别人的孩子 自己的孩子其实有很多的辩论 其实我其实也很难去自圆其说 那孩子自己就有提出想要再加自学 那后来我自己看到孩子这么勇敢 他愿意走出自己的路 那我也觉得因为就只有一个孩子 那我觉得其实是可行的 那我开始去回想之前 对于实验教育开放教育的那种重心 那我也觉得如果是能够陪他一段 感觉好像成就他也成就我自己 我记得博中的时候他可能要自学之前 就开始接触出版社的教学光碟 其实他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棒 因为他看到很棒的一些教学影片 他会跟我说妈妈你看他解释得好清楚 那后来上了高中他就发现 哇好像高中出版商不太在意这一块 但他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在网络上搜寻各式各样 因为他还是喜欢这种视觉听觉 比较多多次这种多媒体的这种教学方式 对那所以呢当那个时候他开始搜寻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有一整年的时间都在使用GEME 嗯他就很关注 然后那个时候他是非常喜欢数学 所以他把里面所有只要数学的影片 大家都看了一遍 对他非常喜欢 而且他告诉我妈妈你看这个速度还可以快一点哦 他觉得哪个地方哦可以了懂了啊下一片 所以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哇这是哪个平台哦 而且还免费的 他的这个平台我就会学的不只是学科啦 他学到是一种教育需要共同 而且下一个分享的概念 我觉得一个东西假设我们看了一本很好的书 丢给孩子家长并没有看 你就很可惜因为就缺少一个互动的这个 评接那我觉得GEME教育平台其实是非常棒的 而且他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带领家长跟孩子 有正向一些积极的互动 对然后所以我会觉得在使用上除了学科之外啦 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好亲子互动的评接 对当然我觉得如果认真的循序渐进的照这个单元来走学习和练习 在学科上的进步就是可预期的 可预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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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